有哪些适合孩子玩的游戏 我用身边的经历告诉你 现在放盘价了 我估计很多家长要为孩子买PS5 Switch Xbox这类的游戏机 甚至手机和电脑 那有哪些适合小孩玩的游戏呢 你是不是认为 双人成型 宇宙机器人 麻布仔大冒险 这些更适合小孩子 还是王者 鲁瓦鲁 原神 我用身边的例子告诉你 我闺女今年上小学六年级 我外甥今年上高二 还有很多和我闺女年龄 差不多的小男生小女生 我做过这方面的调查 我看过他们玩什么游戏 先说结论 他们喜欢玩的游戏都是不一样的 先说第一款 宇宙机器人 这是一款PS5独占游戏 很可惜 这些孩子大部分都不喜欢 可能是我们当家长的认为 小孩子应该喜欢这款游戏 这款游戏需要一定的操作难度 开始可能会玩两下 但是玩着玩着就不太想玩 想换游戏了 第二款 双人成型 这是一款全平台的游戏 这游戏也有一定的操作难度 我闺女曾经也特别喜欢玩这款游戏 但是吧 她的手有点抄 有的地方得失败三四十次 还在那尝试 我都看不下去了 但是我闺女的发小 有一个喜欢玩游戏的男生 我和她一起配合 玩了很多关 玩得还很嗨 但是我闺女和那个小男生的爸爸 他们俩一块玩的时候 就有点像臭七篓的下棋 一个比一个臭 好 第三关 麻布仔大冒险 这是以前的PS5独占游戏 现在上PC了 这游戏看着挺人畜无害的 但实际上也特别难 需要一点技术 需要对3A游戏 有一定悟性的孩子才可以 和双人成型是一样的道理 上面提到的那个小男生 也不是很喜欢玩这个游戏 我和一位网友 我俩加了好友 都有会员 也都买了这款游戏 我俩一块玩 我俩配合的就不错 每一关都可以达到全收集 我俩把我之前 没有完成全收集的关 一个一个的都通了一遍 都收集了一遍 玩的确实是很不错 后来因为时间关系 很少碰到 就放弃了 这种全收集的快乐 是很好的 但是需要碰上对的人才可以 好 说下一款 第四款 Switch的塞尔达荒野之西 这是一款老游戏了 我没想到 喜欢这款游戏的孩子特别多 小男生小女生都喜欢玩 虽然这款游戏 操作也有一定的难度 需要一定的熟练程度 而且还有解谜的成分 但是他们都玩的不一乐乎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没有什么限制 不知道该怎么玩 就那瞎溜达 这看看 那玩玩 那看看 也不是不可以 这是一款真正的人畜无害 全年龄都能玩的 一款好游戏 通过上面四款游戏 各位估计都知道了 其实不光是孩子 还是大人 对游戏都是有选择的 有偏好的 这款游戏适合这位同学 但是不一定适合那位同学 所以必须得买了 玩了才能知道适不适合 好 第五款游戏 也是我家闺女 目前来说最喜欢玩 最想玩的 那就是电脑版的英雄联盟 还有手游版的王者荣耀 虽然他玩的很菜 但是他还挺喜欢玩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我估计是因为 他们同学都在玩这种游戏 在学校一起交流 有共同话题 这点非常重要 他们班有几个同学 家里边好像有Switch 也有有PS5的 但是不多 凤毛麟角 平时交流的并不多 班的绝大部分孩子 都在玩那几款主流的手机游戏 好 下面第六款 也是我外甥最喜欢的 叫元神 他用的手机是红膜 手机上经常玩的是 王者 元神 吃鸡 这些都是他的最爱 但是最近可能是因为 学业的缘故 不怎么玩了 我外甥来我家的时候 我也给他展示过 PS4里面的游戏 也让他玩过 但是他并不是很感冒 他也说画面挺好 很流畅 看上去很好玩 玩了两把 又回去玩他的手机了 好 下面第七款 是枪战类游戏 我闺女还有一个发小 也是男生 他特别喜欢军事 自然很喜欢射击类的游戏 他家家里条件不错 可惜家长不让玩游戏 看得很严 视游戏为洪水猛兽 我看这孩子对很多游戏都很着迷 不管是PS4还是Switch 但是他特别喜欢枪战类的游戏 而且是那种拟真度特别高的枪战游戏 之前他玩我PS4上面的泰坦陨落 训练关卡就玩了很多遍 也玩得很嗨 估计他要是看到我最近新买的使命召唤19 会更加喜欢 改天试试 下面我想升华一下 特别是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家长管得越严 孩子没接触过 只是听别人说过 他就特别感兴趣 特别想拥有 想试试 时间长了 我感觉不好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 他越想得到 我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 我从小家里就有游戏机 但是平时不让玩 周末也不让玩 只能放寒暑假玩 那周末我可能会约上朋友 花钱到外面去玩 家里边人也不知道 等我上了高中 家里边有了电脑 家长也不知道 我是在学习 还是在玩游戏 总之我可以任意的去玩电脑了 因为家里有电脑 所以我很少去网吧 几乎都没去过 去也去那种 我同学家里开的网吧 就因为这样 我几乎错过了 所有电脑端的网络游戏 因为我觉得那种游戏没意思 也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偏好 后来我有了PS2 PS4 还有NDSV 现在有了PS5 Switch 也有电脑 想卡也还凑合 但是我现在在游戏上 花的时间精力特别少 我说的是玩游戏 其实我现在做视频 花的时间精力还是挺多的 另外我的手机上 也没装游戏 之前还装过 像什么卡通农场 黄石战争 也玩过不少时间 但是最近这些年 几乎不玩网游了 我家孩子 如果特别想玩游戏 到周末的时候 我会让他玩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其实玩的也就那样 如果不让他玩 他总想着更难受 还耽误平时的时间 他心理上也觉得很委屈 说什么他们同学 家里边让他玩手游 什么这么大个的 其实我闺女平时 要让他玩PS5 他也只玩一些 简单的音乐类游戏 像这种游戏 没有什么限制 怎么玩都能通关 只不过分数高低的区别 另外他还会用我的电脑 玩两把英雄联盟 玩那种人机对战的 新手难度 平时他也听一些 英雄联盟之类的小说 我对他在这方面 也没什么限制 我认为 这都是一段经历 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 正常休息学习 做点自己想做的 就让他去做就好了 其实很多家长 是不懂游戏的 在这儿我就不展开了 下面说一个重点 小孩子玩了 不能玩的游戏怎么办 这也是我最后 要给各位分享的一个例子 今年我买了 最后生还者2 这款游戏 这是18家的 前面提到的那位 喜欢玩游戏的小男生 他也特别喜欢这款游戏 他已经在家里 看过这款游戏的 通关解说了 他在我家 我也让他玩了一下 大概玩的也就不时吧 不想玩了 可能是遇到了害怕的场景 他有点受不了了 就不打算玩了 后来他也经常来我家 玩别的游戏 很少玩 最后生还者2 你们看 这就是自然选择 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你们认为小孩子 喜欢玩的游戏 还有哪些 或者不能玩的游戏 有哪些 可以发到评论区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